生活充满不期而遇的经历,有时现实跟我们的期待完全是两码事,期待和美好,给人以目标和快乐,使人有所憧憬。 但你都明白,生活并不尽在你的掌控之中,有些期待和美好,而有些则无意,下面列出应该改变的期待,调整对生活的某些期待。 你会迎来新体验和新思维,甚至还能获得前所为有的成就感,凭只期待别人既上见美,如果你总要求别人做到完美,那你必然一直失望,因为人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你的期望,对人有很高的期望,其实也无可厚非。 但请记住,就算对方没能做到,他们也建立了,所以请多加体谅,不要歌求完美,停止预料别人糟糕透顶,反之,如果你总觉得别人会在跟头,那等于是在扼杀他们成功的机会。 你应该多鼓励他们,帮助他们,指导他们,这样他们才能成长并征服困难。 停止期望别人为你买单,你应该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负责,不要期望别人请你出去啊,给你买单或付财钱。 管好自己的钱贷,制定预算并坚持执行,朋友全都在外吃饭,并不表示你必须跟着去。 如果你渴望什么,那就自己存钱,不要望小心油买了送给你,停止担忧往事不顺,不管你觉得自己现在有多倒霉,也不要因此意向出无数乐运,学会保持积极乐观。 如果你心怀美好,就会发现美好,反之一然,要是你一心一为,一切都不会变成期望的那样,结果还真会事与愿违,停止期望的一切功夫。 生活并非一切公平,有时你心情工作却得不到任何获奖力,事实就是如此,所以要放宽心胸,付出所有,但不要期待任何回报,停止期望方式简单容易。 所以,如果总是挑简单的事做,那你永远撑不了大器,生活会在始料不及时考验你,所以你必须挑战困难,保持坚强。 世上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都需要付出努力,勤奋和自律,倘若自甘平均,那你就会变得庸碌无为,凭止期望不劳而获,若是渴望得到却又不付出努力,那你绝不会取得期望的成就。 想要减肥,那就开始健康饮食,规律运动吧,若还是认着性子乱吃,你永远也不可能变得苗条美丽,若有所渴望,那就全力以赴去争取,凭止期望迭人有所改变,人都一连习惯,喜欢万事固定不变,束缚稳妥,虽然改变也行,但是耗费时间,要使你期望迭人有所改变,那就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吧。 你的力量旨在于改变自己,而被其他任何人,一旦意识到这点,生活会变得舒心很多,凭止期望别人为你放弃一切,世上不幸的人和指你一个,遭遇残渴时,固然可以向亲朋好友寻求抚慰,但请不要烂求无度,却会照顾好自己,能够多力才是健康,你当然可以自力更生,而且不要是你的亲友, 因为帮助你,而错是他们自己生活中的重要事情,有所期待是为了找到生活平衡,你必须清楚自己何时所求太多,何时又可再多点期盼,当然,这点做起来不容易,但我们总得抛财不切实际的期望,努力过上健康快乐的生活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